大家好我是小蘭 今天很開心的要幫大家介紹的是 HONDA最新發表的11代CIVIC EHAB 講到喜美這一台車 它真的是一台 不管是在台灣或是全世界 都非常重要的車款 因為它從1972年第一代到現在 已經超過了50年的歷史 而且它在全球的銷量 也來到了2780萬台 你就可以知道它滲透了全球 各個角落 各個家庭 就一直到現在 我們家也都還有兩台喜美 一台是5代的K6 一台是6代的K8 好那大家也知道 其實CIVIC它從一推出 定位在這種所謂的公民車 國民車 一直到7代之後 它轉換成中型房車 它經歷過這一些改朝換代 現在的CIVIC跟以前的CIVIC 真的是完全截然不同的產品了 那前一陣子公辦試駕的時候 大家應該有看到各家媒體都有去力保 然後去體驗它的性能 體驗它的操控 但是那時候呢 我剛好跟我的先生去捷克比賽 所以我沒有辦法參加他們的公辦試駕 那昨天下午我也特地把車借出來 然後昨天下午 昨天晚上我還特地開處去繞一繞 去感受一下它在夜間 不管是車艙內或者是燈光的一些表現 那因為我們試車時間比較晚 那其他家的媒體也都做過很完整的這個評測 那今天我們就會針對這一台車 它的重點配備 還有我的試駕的心得 以及待會我們會邀請一位 即將在今天我們拍攝的今天晚上交車的 11代的車主來跟大家來做分享 好 那目前CIVIC E-HAVE在台灣只有發表單一的車型 它是日本進口的 售價是139.9萬元 那在車色的部分 它總共有黑白灰藍紅五個顏色可以選擇 那我們這一次拿到的是 幻彩水晶紅 它跟幻彩水晶藍呢 都是屬於比較特別的亮色系 這個紅色啊 在晚上的時候真的非常漂亮 我覺得它這個紅色是 他們家有史以來看起來質感 最出色的紅色 首先在燈具的部分 包括它的遠近光燈 日行燈 方向燈 還有底下的前物燈 全部都是LED 頭燈的功能的話 它除了有水平自動調整 光感應自動起地以外 時速超過30的時候 它也可以自動切換遠光燈 那像它的頭燈呢 雖然說它沒有現在最新的 矩陣式自動遮蔽的這些功能 但是呢 昨天晚上我在高速公路 還有比較暗的這個區域的時候 我覺得它的燈光的照明度 還算蠻亮的 只是在角度的部分呢 它可能比較沒有像 矩陣式頭燈來的這麼寬廣 但是它的亮度是很足夠的 而且它的這個燈光的反應也蠻快的 就是我一進到比較沒有照明的地方 它馬上就會切換成遠光燈 所以晚上行駛的時候 我覺得對安全性也是有蠻大的一個幫助 然後你的前保桿呢 還有四顆的停車雷達 它是前四後四 總共八顆的停車雷達 那在前檔這邊 除了上方有它 Level 2智慧駕駛輔助系統的 這一個攝影機以外呢 它也有感應式的雨刷 我們現在來到車側 胎圈的話 它是搭載這一款 我覺得造型非常運動化 看起來很有個性的 18吋的雙色鋁圈 輪胎的話是米其林的PS4 它的規格是235-40-18 而且這一次啊 原廠針對它整台車的隔音跟噪音的阻絕呢 下了非常多的功夫 像這一款輪圈啊 除了外型很好看以外 其實它是身學共振的降噪鋁圈 就是為了要讓它在滾動的時候 可以盡可能的降低噪音的傳遞跟產生 再來它有電動收折後視鏡 而且它有加熱儲物的功能 上面的話有一個電動的天窗 那這個電動天窗呢 它也是可以透過遙控器來先做開啟的 所以像今天如果夏天很熱的時候 你要上車之前 你就可以在車外先用遙控器 把四個車窗跟天窗都打開 讓熱氣先散出去 兩個前門都有摸門解鎖keyless的功能 而且它還有個很方便的 就是它有walk away lock 離開自動上鎖的功能 所以如果你身上有鑰匙 你車子已經熄火 門關起來之後呢 你一離開 其實它也可以自動上鎖 再來它的兩個後門 還有後三角窗以及尾門 原廠就已經幫你配置了 這一個深色的染色玻璃 你這樣看你會以為它有貼隔熱紙 可是其實沒有 它原廠來就是這樣 所以基本上呢 就算你後面不貼隔熱紙的話 它一樣可以提供一個很好的隱私效果 也對於隔熱的部分也有很大的幫助 再加上這台車 前面的水箱護罩也是黑的 輪框也是黑的 玻璃也是黑的 所以它也自帶凸痛的一個視覺效果 看起來就非常有個性 好其實很多人呢 當初第一眼看到11代Civic的時候呢 都會覺得它看起來非常有跑格 然後很漂亮很流線 最主要的原因就是因為它從B柱之後 整個線條是往下修 做出一個非常優美的這種Fast Bag 就是類似鞋背的這種風格 所以讓它的外型呢 看起來有點像是叫跑車的這種線條 再加上它的車高只有1415mm 那這邊呢 我們也把它的車身尺碼列 在這裡給大家做參考 你會發現它的車寬有到1米8 車長是4米55 那這些數字呢轉換成實車 你會覺得它看起來就是低趴流線 然後看起來很有運動感 而且車頭很霸氣 然後你看它輪拱跟輪胎之間的間隙 大概也就是只剩這樣 所以它看起來也有點像 降車身的這一種視覺效果 再來我們要講一些你看不到的地方 這一代的Civic 它在車身的部分是採用了高剛性的結構 包括前後都採用了強化的環形結構 再來在整個車體底板的部分 包括中間的這個通道 還有兩邊的這一種格狀排列的結構 都是採用強化的材質 來提升整台車的車體剛性 還有抗扭曲的程度 像原廠就有說 它如果跟上一代相比的話 它整台車抗扭曲的程度 是提高了19% 還有一個很重要的就是 在每一個部位 全車各處它所採用的這一個 應用結構膠 光是這個結構膠整台車加起來的強度 也比上一代多了9.5倍 所以這也是為什麼新一代的Civic 不管是在車身剛性 隔音 又甚至是在EURO NCAP的撞擊測試裡面 能夠表現優異的原因之一 好接下來我們來看一下後座空間 首先第一個 這個開門的角度還算蠻大的 如果你真的要抱小孩上下車 或是放安全座椅的話 這個空間是都還蠻充裕的 但是呢 因為它就是一台標準的 這種房車的設定 所以你會發現 它的離地高是還蠻低的 然後椅墊呢 也是還蠻低的 那像這種高度 小朋友上車就非常方便 因為它不用跨很高 但是如果是長輩的話呢 可能稍微膝蓋 好就要出一點力 那我現在坐到後座 前面的話是我身高169公分 然後我剛才坐得非常舒服 腿部也還有一個多拳頭的坐姿 那你會看到 以我的身高呢 169公分 坐在後座的話 這邊大概還有兩個拳頭 那因為我昨天下午拿到車的時候 我還有載我的小孩 我的小孩哥哥呢 已經180公分 那他坐在後座的話 膝部呢 是蠻剛好的 膝部大概都還有兩三個指頭 那頭部的話 以我的身高來說 也都至少還有一個半拳頭 但是如果是180公分的身高的話 頭部差不多 就是剩下一個手掌的這個距離 那另外一個好處就是 因為它兩張座椅都有墊高 所以你看 你即便穿著後底鞋 你腳還是可以往前放 所以你的大腿呢 就能夠得到 比較完整的一個支撐 雖然說它椅背角度是算挺的 但是 我覺得如果是我坐在後座的話 長途乘坐是OK的 好那在中間這個位置 就是它中間的椅墊呢 跟椅背也都非常舒服 因為它的這個中央扶手的 背部的椅墊做得很厚 所以即便車子要坐五個人 中間這個乘客 它的臀跟背都是舒服的 只是因為它的底板這邊 我們剛剛有講到 它的這個中央通道 是有做強化的結構 所以它這邊的隆起高度 是比較明顯的 那腳的擺放位置 就會受到一些限制 再來我們來看一下 功能性的部分 後座左右兩邊都有ISOFIX 然後有後座冷氣出風口 底下這裡有兩個USB的插座 那兩個椅背後面 都有皮質的這一種地圖袋 可以讓你放一些小東西 扶手的話 它的材質真的是還蠻軟的 不管是正面或背面的 體感都是很舒服 但是它這個扶手 可能是它的這個座椅的高度的關係 它這個扶手 並沒有做一個固定的機構 所以它是會直接這樣垂放下來 是不影響使用 但是只是覺得好像 隨性了一點 那後座門邊的質感 也還蠻不錯的 像上面這個呢 雖然是硬直的塑料 但是這裡有一片鋼琴烤漆的飾板 然後底下你摸的這個 門把的部分是軟直的 再加上兩個門邊 也都有做這一種 類碳纖維 但是又不是碳纖維的這一種飾板 所以整體來說 就是還蠻簡潔大方的 好 我們從車尾 由上往下看 上面有一個 跟車身同色的鯊魚騎的天線 那在後尾門的上方 這裡有一個雨刷 為什麼要特別講雨刷呢 因為現在蠻多電動車 都沒有後雨刷 其實那個說真的 在使用上啊 以台灣的這一種 氣候跟環境來說 還是會有一些困擾 所以你看像它 即便它這邊坐得很流線 應該是可以順勢 把一些雨水跟髒污帶走 但是它還是有給你後雨刷 讓你在必要的時候 可以有最清楚的一個視覺效果 好 往下看就是 我個人非常喜歡 它整個車尾的一個造型跟燈具 你可以看到車尾門的上方 有做出一個小壓尾 除了讓它看起來車尾的造型跟運動感以外 其實它也有一些空氣力學的考量 那尾燈的話 你在白天的時候看 你會以為它是一個貫穿式的尾燈 因為它中間還有做一個紅色的這一種燈片 但是其實它亮起來的時候 它是左右各C型的這個尾燈 那比較特別的是它的第三煞車燈 是設計在中間這個位置 而且很長一塊 所以當你在踩煞車的時候 這邊警示後車的一個效果 就還蠻明顯的 然後排氣管是做隱藏式的設計 是在你的右下方 那我們現在也打開行李箱給大家看一下 那這一次我覺得它有個很可惜的地方 就是它的後行李箱沒有電動尾門 那坦白說像我昨天跟今天 我不管是要開後車廂放東西 或拿東西的時候 講實在對女生來說 真的是有一點點吃力 所以希望啦 希望之後如果小改款的時候 或者新年式的時候 能夠把後電動尾門這個功能補上 好 那在尾箱的部分 你可以看到上面這邊有一個 後行李箱的遮板 那這裡呢 還有一個活動式的 拉簾式的遮板 那這個拉簾設計比較少見 我覺得它除了非常方便以外 它還有個很聰明的地方 就是當你不用的時候 你把它收回去的話呢 這邊就變成了兩個掛鉤 我昨天就已經先拿來掛東西了 非常方便 好 那原廠並沒有提供 它的行李箱容積的確切數字 但是以目測來說呢 我認為應該差不多有到400公升左右 那因為底下就是它的這個電池喔 所以當你把底板打開之後呢 它底下只剩下比較淺的一些零碎的空間 但是它的好處是喔 當你把底板打開之後 它整個底下也都還是直溶的 它不會呢 像有一些車子打開之後 你會直接看到板晶還有它們那個塗膠的狀態 所以質感的話是還蠻好的 那左右兩邊 因為這台車呢 它全車有12顆BOSE的揚聲器 右邊的話就是它的一個重低音 左邊呢 是放它的補胎劑還有打氣機 而且左邊的內側這裡 也還有一個掛鉤 所以全車總共有三個掛鉤 再來就是它還有個很方便的地方 就是像一般的這種仙背車 或者四門房車 有一些它的後座椅背是不能倒下的 那以Civic來說呢 它不但能夠倒下 而且呢 它倒下之後 你應該可以看到它的平整度非常好 這個如果你真的要拿它來車速 可不可以呢 我現在來躺看看 剛剛好耶 如果是以我身高169公分 我的頭還不會懸空耶 而且我還加了一點後底鞋 所以如果你今天身高是170的話 都是剛好的 只是它這邊有個小落差 所以你這邊可能要再墊一個小墊子 所以啊 這一台車如果兩個人要坐車速的話 也是OK的喔 好 現在帶大家來看一下 Civic E-Hive 在內裝的一些重要的設計跟配備 首先第一個 這一代的Civic 真的是有史以來 內裝質感最好的一台 而且如果你把它跟 差不多在140萬的這些同級對手 來相較之下 它真的不但毫不遜色 而且甚至是有過之而無不及 你可以看到喔 光是整個上半部 都是用這種軟質的材質 然後呢 我個人非常喜歡 它這一次這邊的一個設計 就是它把所有的冷氣出風口 都藏在裡面 然後外面做了一個 類似金屬蜂窩狀造型的一個飾板 那它的冷氣空調呢 也變成是這一種撥桿式的 就是有點類似飛機坐艙的 這一種操作感 再加上呢 它主要運用了兩種飾板 一個是黑色的鋼琴烤漆飾板 你可以看到門邊啊 前面都有這種黑色鋼琴烤漆飾板 但是它又很聰明的是 在你手比較容易會摸到的地方 它是用這種有點像 碳纖維又有點像金屬的 這一種飾板來做點綴 像兩個門邊啊 中間的排檔都是 然後你看喔 它在一些旋鈕的部分 比如說 像是你的這個中控螢幕的旋鈕 冷氣空調的旋鈕 它也還都做了壓花 所以在質感跟設計感上 我覺得都非常的出色 好 再來在你的正前方 是一個10.2吋的數位儀表 那這個儀表有一些優點 也有一些比較可惜的地方 以優點來說 我覺得它是在我接觸過 這麼多的這個數位儀表當中 它的使用算是最直覺的 怎麼說呢 你看它是做雙圓儀表的這一種概念 那在你的方向盤的左右邊 各有一個滾輪 左邊的滾輪就是控制 左邊這個儀表裡面的資訊去切換 比如說呢 你可以切換電話啦 電台啊 或是USB的音訊 藍牙 Apple CarPlay等等 那右邊的滾輪呢 就是去切換 右邊裡面的資訊 比如說像現在的智慧駕駛輔助系統 警示的畫面 又或者是指南針啦 現在的油耗油量 行駛里程跟資訊等等 都是在右邊這裡 所以你在使用上是非常直覺的 雖然說它沒有那麼花俏 但是你完全不用去思考 甚至需要去猜它怎麼操作 然後像右邊的這個儀表裡面 還有個很特別 就是現在的能源狀態 那在這個能源狀態裡 你就可以去看說 現在到底是電池出力給驅動的部分 還是引擎出力給驅動 或者是引擎正在幫電池充電 還是驅動正在幫電池充電 在這邊都可以一清二楚 所以我覺得在操作的直覺性的部分 我是給它很高的分數 但是它比較可惜的地方 就是它沒有中文 除非說你接到了你的Apple CarPlay 或是Android Auto的時候 它才會顯示 你本來手機系統裡面的中文資訊 不過也還好 它的這個英文都是很簡單的單字 很容易懂 所以基本上不會造成操作上的一個困擾 那它另外它有個優點就是 像現在每一家都有這個 Level 2的智慧驅使輔助系統 那它的顯示比較特別的是 因為它的這個鏡頭 是用100度的廣角 所以它可以偵測到三個車道 所以在你的這個中間 它是可以顯示三個車道的狀況 例如說這邊是一台大貨車 它就會顯示大貨車 這邊是一台摩托車 它會顯示是一台摩托車 基本上它跟你的現在路上的狀況 是同步出現在你的這個儀表中間的 那這個也是它比其他家系統 還要來得有科技感的地方 雖然說它只有在切換駕駛模式的時候 它會改變底色 它並不會變化一些比較花俏的風格 但是因為它可以顯示 三個車道的一個即時狀態 所以它的科技感看起來也是很不錯的 再來呢 是你正前方有個三幅式的這個方向盤 右邊的話就是我們講的這一套 Honda Sensing的智慧駕駛輔助系統的操作介面 包括ACC自動跟車四段車距的調整 車速還有車道置中的這個按鍵 全部都在右邊這個區塊 左邊的話就是控制電台選取音量聲控 這幾個地方 那在你的方向盤的後方有兩個撥片 那這個撥片呢 它使用的概念很像是換檔撥片 但是其實它是電力回充的段數撥片 然後它只有四段 你可以透過這個撥片 很及時的去決定說 你現在要它回充的比例是多還是少 然後呢它的方向盤有加熱的功能 那它是把方向盤加熱的按鍵 直接放在中間這個位置 所以如果冬天要使用的時候 然後也是很直覺 接下來我們看到的是 9吋的這一個中控主機 這個主機呢除了一些基本的 像應用程式導航電話 電台藍牙 功率流行車電腦這一些以外 還有車輛設定USB時鐘顯示模式 它當然也能夠連接 Apple CarPlay跟Android Auto 只是呢它的Apple CarPlay 是可以有線或者是無線 那Android Auto的話就是一定要接線 那像昨天呢 我小孩也有接上它的Apple CarPlay 那在連接的速度上也是還蠻快的 然後它原廠的導航是可以做全螢幕的 如果你用手機導航 它也是可以顯示全螢幕 那基本上我覺得它的好處就是 它的所有功能都是淺顯易懂 但是呢 坦白說我覺得它的這個流暢度 它會稍微慢一點點 比如說你連接手機之後 你在手機上操作選取啊什麼 那它的反應就會稍微慢一點點 然後它還有一點我要很稱讚 就是它的這個BOSS的喇叭 一開始呢我們坐在車上就覺得 欸這個12顆喇叭 好像聽起來沒有特別厲害 但是呢 當你把音量調大聲之後 喔它整個重低音啊 然後那個環繞音場的感覺 馬上就會很明顯 好所以這種比較高階的音響啊 它在這種比較大聲的時候 它就不會聽起來破破的 或者是說聽起來不夠力 它在大聲的時候 就可以凸顯它的價值 好那再來這邊呢 也有它的功率流 那你切進功率流之後 就可以看你現在可行駛的里程 現在的電量 還有你在開的時候 你就可以透過這邊去看 你現在的能源的一個狀態 那這個呢 跟你儀表上面的也是一樣的 再來在空調的部分 它還是一樣是用最直覺的旋鈕 而且我剛剛就說了 因為它的旋鈕上面有做壓花 雖然它不是最新的那種觸控式的 可是它看起來也是很高級 底下的話是手機無線充電 還有兩個USB的插座 以及一個12B的電源 那往下看 這邊有兩個大型的杯架 而且它這個杯架還做得蠻大的 現在的飲料尺寸很多種嘛 原廠是說大部分的這個飲料呢 都是可以放在這邊 然後有附這種類夾景的功能 再來呢 它的排檔是按鍵式的排檔 所以看起來非常有科技感 那使用上也是蠻直覺的 只是說它的R檔 是這樣子去做操作的 就是你要按一下 這個是比較特別的地方 然後它有倒車顯影跟360的這個警示 不是360環境是警示 比如說你左邊車頭 快要碰到東西的時候 它就會出現色塊跟聲音來警示你 所以其實雖然它沒有360環境 但是停車的時候也是可以讓你很放心的 它的顯影的話是看得清楚 只是說畫質真的沒有那麼出色 這是比較可惜的地方 再來後方是它的駕駛模式的切換鍵 它總共有四種駕駛模式 包括Sport Normal Eco 以及Individual 就是自訂 變換的時候呢 當然它的這個油門的反應 就會有一些差別 儀表上面的話 它也會變成不同的顏色 例如說Sport的時候 當然就是用紅色來做代表 那Individual的話你切進去之後 這邊有個自訂 自訂的話按進去 你就可以去選擇你的動力 轉向跟儀表要什麼樣的設定 所以基本上呢它是有這四種 可以讓車主去做切換 好後面就是它的電子手煞車 以及Auto Hold 然後這邊有個皮質的中央扶手 扶手裡面呢 有一個蠻深的空間 然後上面還有一個小的置物板 可以選擇放在前面或後面 然後這一代的CV 除了內裝質感大幅的躍進以外 在安全性的表現也非常的出色 例如說它有相當完整的Honda Sensing 那這個Honda Sensing它是最新的世代 包括我們剛剛講的 它有100度廣角的鏡頭 它可以偵測到三個車道 然後它除了有全速域的自動跟車 然後自動緊急剎車輔助系統 車道偏離警示 車道偏離輔助以外 它還有像是比如說夜間行人啊 以及左轉的對向來車的偵測 這一些輔助功能 再加上它全車有11顆安全氣囊 11顆安全氣囊就包括了 在前座你的正前方 然後正副架的西部都有氣囊 而且還有多了一顆 就是在正架跟副架的中間 還有個前座的氣囊 那這個就是要預防說 碰撞的時候才不會 前面兩個人互相碰撞 然後去產生更大的傷害 所以在安全配備的部分 確實是非常的到位 只是它有兩個比較可惜的地方 一個是它的車道至中呢 是時速72公里到180才能夠作動 時速72公里以下的話 它是沒有車道至中的 那這一點是蠻多消費者 都覺得比較可惜的地方 第二個就是它沒有盲點偵測 那沒有盲點偵測這件事情 當然我覺得也是蠻可惜 因為現在很多人都很依賴盲點偵測 其實我這兩天在開的時候 我發現雖然說它沒有盲點偵測 但是因為它的這個後照鏡的角度啊 其實你可以看到蠻外側的 所以我這兩天在切換車道的時候 倒也不覺得有什麼困擾 再加上它還有一個優點 就是我覺得它的駕駛坐姿 像我是習慣把座椅降到最低的人 但是我降到最低的時候 因為它整個儀表台的高度是往下放的 所以你還是看得非常清楚 完全不需要這樣子再開車 然後A柱也坐得很細 再加上後照鏡的位置是往後移的 所以左右轉的時候 它也不會有什麼太大的盲區 那這個都是它的一個優點 還有就是這兩張座椅 它雙前座都有電動調整的功能 正架是8項的電動調整 加2項的電動腰靠 副架的話是4項電動調整 加2項的電動腰靠 所以呢老婆就不會抱怨說 欸為什麼只有你有電動 我要手動 所以功能性的部分也是還蠻齊全 然後兩張的座椅都有加熱功能 只是比較可惜的是呢 它正架沒有記憶功能 然後也沒有現在大家很想要的通風功能 那雖然說原廠在公佈規格以後呢 有一些消費者會覺得啊好像沒有這個沒有那個 有點可惜 但是每一台車一定都有它的優點跟缺點 然後還有一個地方我很喜歡就是 它有金屬踏板 140萬內有金屬踏板的車 真的是還蠻少見 你不要小看這個金屬踏板 我覺得它看起來就會讓你的質感很加分 接下來就要來進行我們今天的重頭戲 各位觀眾 登登 歡迎我們的本田狂人本田傑 你好你好 如果呢之前有看我們頻道的這個觀眾朋友 如果有看到本田狂人那一集 應該會對我們的本田傑老闆有很深的印象 因為本田傑老闆在三峽自己有開一個車場 對就小小的保養廠 說小小的你知道裡面跟喜美跟HONDA博物館一樣 基本上呢我們來介紹一下我們的傑哥 傑哥1到11代的喜美都有 為什麼說到11代 因為今天晚上我們拍攝的今天晚上要幹嘛 交車 他就要交車交這一台了對不對 對 傑哥呢他除了就是非常懂喜美 還有非常懂本田的所有的車款以外 其實他自己也是一個Racer 去年力寶TTCC統規賽 他年度冠軍每一站都把人家冠軍拿走 基本上呢不管是懂喜美也好 或者是開喜美他都是專家 那今天為什麼特別把我們的傑哥請來呢 就是大家有沒有看到 這邊是我們FL4 就是你今天晚上要交車的油電 然後呢這一台就是他今天要跟我交換戶部貼的FL5 對貼你要拿兩台跟我換 然後要再拿30萬 兩台跟你換我還賺欸 兩台要再貼錢 所以你這台要買328萬 現在328萬 現在又漲價了 又漲價了 對現在好像又漲120萬 一般人都會覺得300多萬買一台這個太拔是太貴 就是很盤這樣 但其實你開過它以後 你會覺得它是物超所值的 物超所值 對 就是以它的這個前驅車 然後能夠做出這樣的性能 跟配置還有操控對不對 真的是 如果你有駕馭過 你駕馭過10代太拔跟11代太拔 其實它還進化蠻多的 所以我覺得這個東西就是 每一個東西都每個東西的專業 如果你今天只是用一般市售車的標準去看 你就會覺得好像300多萬的喜美 聽起來是一個很夢幻的價格 太貴了這樣子 就像說很多人會覺得說 新一代的這個喜美 賣到139.9萬 以你這個新車主來講 你覺得這價格合理嗎 一開始我們會覺得 欸真的好像有點貴喔 一開始人不是很想買 後來去把它了解 每一個細節以後 比如說它的油耗 它的底盤 然後它用的引擎 綜合下來的話 其實還是會買 不單純是因為你對本田有一個 很中中的狂貴 當然這是第一代的油店 對這也是一個還不錯的一個配置 但是雖然說它有出1.5渦輪 但是其實它這個油店綜合一些 像在台灣開的話 有一些走走停停的市區 高速公路綜合起來 其實這是蠻適合台灣的路況 也就是說你今天這一台 就是完全拿來 比如說玩賽道跑山路用的 沒有沒有拿來收藏 捨不得 捨不得開喔 都開10代而已 這台我都有放在工廠裡面 吹冷器 那你這樣我幫你開嘛 可以啊沒問題啊 你現在平常代鋪是用CRV CRV或是FK8這樣 FK8 那再來的話就會用這一台來代鋪對不對 對基本上應該都會開這一台比較多 那我知道你之前其實本來有猶豫 並不是說一定會買這台車 是試過之後才覺得想買的 試過然後還會了解它一些細節以後 其實上駕駛座開一個紅綠燈就買了啦 喔傑哥的名言上駕駛座開一個紅綠燈就買 對對對 反正說實在我這兩天在開 我覺得它真的是很好開欸 很好開啊 我覺得本田真的是一個做前驅運動車款的專家 但而且它這個底盤的配置啊 跟這個現在最速的前驅車 它一些底盤基本上它連副車架 那這個是鋁的 這個也是都已經其實都有延伸過來 這台車最吸引你的點在哪裡 其實這台車最吸引的第一個就是它油電嘛 第二個就是它這個車屁股真的是設計的很漂亮 前面也不錯啦 但是我覺得屁股是比車頭設計的還好 當然最大的吸引的點就是內裝的配置 還有出風口那一些啦 還有它有天窗欸 這台沒有 三百多萬沒有天窗 你看是不是它贏了 對 真的 還有它的內裝啊 內裝做起來舒適性會比八代啊 九代做起來都比較舒服 而且你會感覺它這個車的重心啊 設計的比較低一點 還有它電池是放在後座椅的下面 所以整個開起來車輛的穩定性會好很多 低重心的設計 然後連引擎蓋都鋁合金的 降低重心的 當然啊 所以其實是真的還不錯啦 雖然說139.9萬 但我覺得是值得的啊 那隔音的表現呢 大家都說這一代隔音進步很多 這代隔音真的還不錯 我覺得這隔音還比這個好一點 這講話聽不太到 這個隔音非常好 這個都還可以跟老婆聊天 心中的聊天 那像你開到這種三百多批的 你再回來開這個油電一百八十幾批 不會覺得有就是很大的落差嗎 其實說坦白的 這個應該會比較適合現在的使用的環境 我們現在40公里我們就要扣牌囉 所以基本上我們都會市區走走停停 這個會比較適合台灣的一些路況 我們在開的時候 紅綠燈起步啊 到你要的100公里 這個加速它原廠只要7.8秒而已嘛 我記得其實是相當快的 這換檔換不跑會可能比這個慢一點 那我自己開我是覺得 其實它這一套油電系統 你會覺得它成熟度很高 低速的時候 因為它是這種ECVT嘛 所以它沒有任何的那種頓挫感 然後走走停停很輕快的 它這個油電比較新的設計 它沒有兩個馬達 一個是負責驅動的 一個是負責充電的 所以它經由那個馬達來做一個驅動的話 它其實加速是很平順的 缺點喔 我覺得這個車頭下方的設計啊 可以比較像泰拔一樣 它也是要給泰拔留點範圍 我覺得那比較 但至少輪弧不一樣 它沒有暴規啊 然後再來就是它這個尾翼 原本我就要選配那個黑化套件 但是它那個尾翼其實 應該是受限於台灣法規的問題 它沒有辦法設計的那麼大隻 所以我覺得那尾翼設計的沒有那麼好看以外 配備盲點啊 盲點沒有盲點 這個也是一個大家會比較care的東西 那盲點的話一般來說 自己加裝應該也不會花很多錢 大家都喜歡原廠的東西 當然是希望原廠出來就有 那像是比如說電動尾門 或者是沒有通風椅沒有HUD 這個你會很在意嗎 通風椅我覺得這真的很重要 因為像我們這種胖子就怕熱 對所以有通風椅當然好一點 像那方向盤加熱其實我覺得 對我來說應該是用不太到 那個就女生喜歡 女生用得到 再來就是後尾門沒有電動尾門 就我們男生來講我覺得應該是沒差 因為它稍微開就浮起來 但是你有裝尾翼的話 可能它會比較重 但是其實原廠如果有選配尾翼 它那油耀感是會幫你換的 電尾門對我來說是沒有那麼重要 我比較care的是盲點 好那希望之後呢 不管是新年式或者是小改款 可以把這些配備補齊 對最好看之前買的車主 可不可以也有補一下這樣子 對或是優待一下 我們阿傑的心聲 阿傑的心聲大家要聽進去好不好 對這樣就是原廠一個比較優惠的價錢 我們這個之前買的車主 我們可能也是會願意去升級這樣 嗯 那我們現在就請我們的傑哥 跟我們一起去一小段的試駕好不好 好那我們就上路吧 好 好 好我們現在在路上開始要進行 今天的一個試駕心得的分享 有沒有覺得這台車真的好安靜 真的我剛剛都只聽到一個聲音而已 都聽不到引擎的聲浪 對啊 而且先跟大家說明一下 它的一個動力 它呢是搭載一顆2.0升的引擎 那它光引擎的部分是可以輸出 最大馬力143P 最大扭力是19公斤米 那馬達的部分它最大馬力是184P 最大扭力是32.1公斤米 那它比較特別的是 因為像有些車廠會講說中效馬力嘛 那它是沒有去把它做一個綜合的數字 但是大概就是提供這兩個數字 讓大家做參考 然後搭配的是1CVT的這個 無段變速的這個變速箱 那我開起來的感覺就是 這台車它的動力真的很平順 你看你會覺得它在加速啊 還有它在整個平平走走的時候 都是非常舒服的 然後它的煞車也很好控制 再加上我特別喜歡的就是它的這個轉向 你看有沒有 在踩 然後它的轉向呢 就是讓你覺得 它完全不會像現在很多的市售車啊 像很多市售車都是要做到 運動版的車款 它才會有那種比較C-D的轉向 它真的是把這種 比較運動化的感覺啊 放在這一台喜美上面 你看像這種彎 然後它的懸吊 你看起來很舒服 但是呢 你在這種過這些彎的時候 它的支撐性又很好 有沒有 整台車每一個人開過它 都會覺得它真的是一台很順 非常平順 然後很好開的一台車 甚至我覺得它是 如果今天你這個人呢 已經對駕駛了 就是對開車這件事情 失去一點熱情或是興趣的話 開上它也許會覺得不一樣 你開超快的欸 我哪有開超快 有點恐怖 而且剛才開NOMO的版本而已 一點都不恐怖 這個車子真的很穩 我剛剛看你出彎 一吹就出去了 對啊 一吹就出去了 都不會有點遲滯這樣 而且還載有這個胖子這樣 而且它過彎很貼欸 這避震器 我覺得好像也不動怎麼改了 對啊 而且我剛剛看 其實基本上它的這個避震器啊 我剛剛看它這車身高度 其實也沒有說已經 縫已經升一點點 好像也不需要再降很低的感覺 真的 你乘客坐的感覺怎麼樣 蠻有安全感的 很有安全感 對 因為它車身的動態很穩定 對 不會就是很飄這樣子 對 然後你看像這種 就是轉一下 整個就很貼地 然後不會有什麼多餘的擺動 對 但是它舒適度又很夠 而且我覺得它的懸吊 其實還蠻Q的 它原廠防情感好像就是做得蠻粗的 所以它抑制一些側傾就擺得不錯 我自己是覺得它開起來的 很像一台歐洲車 對 開起來其實它整體的感覺 真的蠻像歐洲車 而且台灣進的版本 原本就是歐規的頂規的車型 對 但如果說 你把它真的跟這種運動車款比起來 我覺得它稍微少了一點激情 可是這個本來就不是它的訴求 比如說你開一些那種 真正的運動車款 它可能換檔啊 還有它後面那種 突然爆發的那種衝勁 會讓你覺得很過癮 那它就是一路順 順到 就是一直很順 可是我覺得它順是很快的順 我覺得你剛剛這樣開 它的速度也不慢 就是很快就帶出去這樣 對 只是說就是 也許是還有聲浪 可能沒有像那種 很激情的聲浪 所以你就覺得它就是 快 順 然後穩定性很好 然後底盤的感覺也是很紮實 我覺得這是一台 老公飆車老婆比較不會在旁邊尖叫的 一台車 真的喔 嗯 可以騙它 就是沒什麼聲浪 但是其實車開很快這樣 好 現在換我們的準車主 傑哥 對 準車主 晚上要交車 先試亂一下 上次試駕的時候 好像沒有試駕得很長喔 就一個紅綠燈 就決定了嘛 掉頭回去展示間了 對 因為說真的 你車子也試了很多了 而且你又有1到10代 然後又有這麼多的車款 基本上你一下子 就可以抓到車子的特性了對不對 對啊 就大概看一下就知道了 對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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其實這個開這個過彎 雖然說它輪胎在慘叫 對 因為它後面是多連感的設計 其實它屁股會帶有點溜 其實所以 它不太會有推頭的感覺 嗯 所以其實我覺得還不錯 剎車皮啊 輪胎再改一下 我覺得應該就可以下力寶玩一下 應該成績就不會太差 哎唷 哇 傑哥 傑哥這樣是不是 太刺激了一點 不會不會啦 我覺得 它抓得滿準的 嗯 而且我很喜歡它轉向的感覺 就滿靈活的 對 我覺得它轉向 它那個車頭的感覺 真的跟一般的市售車不太一樣 比較不會有那種拖泥帶水的感覺 對 就是你轉了它就過去了 車頭的指向好犀利喔 然後也因為它的軸距啊 它的軸距其實也比上一代 再加長的3.5公分 然後它的這個輪距跟整個寬度 就是也變得比較寬 所以我覺得它的這個穩定性的表現也很棒 像這些中高速彎 其實開起來就有 就很明顯的感覺 它穩定性好很多 是 然後像我昨天啊 我在高速公路在切換車道 就覺得它的那個切換車道的時候 也很穩 就是它整個配重比較低一點 所以你再換車道 也會影響到你這個感覺 不錯啊 不會去推車的 真的可以 來不及了 那車都離開了 真的還不錯 我覺得最起碼有八九十分這台車 嗯 那有覺得比較不OK的地方嗎 不OK的地方就少一個排檔的感覺 真的喔 像有的人很多人是喜歡這種 新式的覺得比較有科技感 可是你是喜歡那個 那種排檔 我喜歡 因為右手這樣很無聊 沒有 好以後放個假的在這裡給你 比較習慣 對啊 再找一下 習慣R檔在哪裡 你知道嗎 其實我今天啊 剛好邀請傑哥來之後 我發現這台車 講實在的 它真的很適合跑山耶 其實它這個 真的稍微帶一點 出不安油門踩一下 車子動能就出來了 對啊 反應很好 看你那個方向盤打一下 它那個車尾會跟著帶 就是非常的靈活 然後車頭跟車尾的協調性真的很好 對真的是換個輪胎跟沙皮 其實就可以下賽道去玩一下 對還不錯 所以說真的 你如果說以現在 雖然說很多人會覺得 它現在賣到140萬 很多人說 哇以前它才多少錢多少錢 可是說真的你來看 它現在 不管你是要舒適 空間 安全 油耗 節能 最新的科技 你看它油耗可以到23.7耶 23.7 平均好像241點多嘛 對 就也非常的省油 然後各方面它都有了 也有外型 再加上 它有很難得的 這種這麼棒的均衡性跟運動感 操控 真的 那難得的一台車 當然啦 有一些比較 實際面的那些配備 可能它有缺了幾樣 但是除了那幾樣以外 你把它整體的這一個 能夠帶給你 駕駛 或者是 平常不管實用性也好 樂趣也好 真的是一台好車耶 真的是值得買 如果今天我買了這一台 那FL4我想要改成FL5的Look 對 有機會嗎 知道了嗎 現在FL5的尾翼缺貨 缺貨 因為大家都被這個買走了 然後其實它後面尾翼直上 然後前面引擎蓋換掉 保桿換掉 然後兩片葉子板換掉 你前面 車桶看起來就一模一樣 然後再有一個這個 那個對 就是水箱護罩改過來就好 這個是泰拔貼紙有賣一張99塊 所以這些套件都訂得到 都訂得到 那它花多少錢 如果連尾翼這樣花多少錢 這個還沒有算過 但是最近很多人在找這些板件 對 但是說坦白了 FL5的零件比 FK8的零件還要便宜 因為這是日製的 日本離我們很近 你知道買零件什麼 運費那些都很便宜很多 是 就是說它雖然車價比較高 但是它的零件比較便宜 比較便宜 哦 那車尾呢 車尾的話 車尾的話 因為後面的葉子板它有爆龜 一般你可能沒有辦法改 所以一般都裝個尾翼而已 哦 了解 對 所以大家有沒有聽到 如果之後要改裝的 可以找我們本田傑 應該找你可以吧 找你改路可以 找你改路可以 可以幫你介紹一些材料上 對 好 那我們今天就非常謝謝本田傑 謝謝 不會不會 謝謝大家 謝謝 掰掰